外岛马祖将在7月7号举办首度的博弈公投 而现在这个反赌博合法化联盟出面指控了 指控县长还有这一家公司 他们先说这家公司资本额只有百万而已 根本就是一家纸上公司 而且呢 连江县县长杨苏余生涉嫌妨碍投票以及诈欺未遂 所以他们现在呼吁检方能够尽速来侦办 如果查有实据的话 应该要求他们即刻停止公投